可以選什麼呢 點什麼呢 DIS還記得 剛剛才用到 DispressorLearn 等於什麼呢 等於False OK 然後當什麼時候再把它打開 特別是你不要寫在下面這一行 記得NAS這邊 當迴旋跑完再把它打開好了 或者乾脆怎麼樣 你看在最後面再打開 因為等一下好像還有一個地方 還是會開關關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就是 在城市開始的時候 關然後最後再把它 開也可以啦 OK那我們基本上不然就暫時先寫在這裡好了 反正這個地方知道一下 一定有一個關 就會有一個開 那開的話就是這邊把它改成等於True就可以了 OK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等於True OK 好寫完了 所以呢 這個部分是做什麼動作呢 就是當 剛開始 先檢查一下 選擇點抗如果大於1 就是超過一個的話 把後面都刪掉 我們來試一下F8 選擇點抗 選擇點抗現在幾個呢 7個對不對 大於1嗎 對 然後就進到這邊 2 然後先把 這個關掉 然後 Delete Delete 現在I等於2嘛 所以 選擇第2個 刪掉 第2個刪掉 刪掉 然後再來 第3個刪掉 第4個刪掉 第5個刪掉 不過你會發現 我們 想法是怎麼樣 一直刪 一直刪 但是問題怎麼樣呢 不對 為什麼 因為 它 已經刪掉了 所以它 不會存在 下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 你如果用I 它會變成5 可是已經刪掉了 所以這邊應該改多少 才會正確 其實很簡單嘛 改25就好了 因為我們要刪的都一直是2 一直刪 有沒有 因為留下第1個嘛 最後跑 這個地方只是決定要跑 幾次 如果你放 I的話 它會一直往後面 可是已經刪掉了 所以那個 第幾個已經不存在了 對 所以特別重要 這個很容易錯 然後我們如果用2的話 應該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有沒有 第2個刪掉 所以永遠都刪第2個就對了 反正呢 刪完之後呢 就跑掉 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邏輯上 應該可以 應該了解這個意思吧 然後最後的話 只是把這個地方改成2 程式就寫完了 OK那請各位試試看 在跑之前 先判斷一下 有沒有 那個 大於 一個以上的 這個 這個 工作表 有的話呢 就通通刪掉 大概就 這一部分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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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